宗教里面一定崇拜一个神 所以叫造物主 佛法里面有 宇宙万法从哪里来的呢 佛说是 我一心所信 我一时所变 宇宙从这来的 生命从这来的 万无从这来的 这是个大问题 这是科学跟哲学 终极的目标 就想知道这个问题 可是现在科学跟哲学都没达到 大乘教里头 三千年前 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 讲明白了 唐朝初年 鲜首过思 有一篇论文 叫修华言傲指 望经还原观 这篇论文 并不很长 真正是 灵力尽致啊 就把这个事情 说清楚 说明白了 我一心所信 谁的心呢 自己的心 不是别人 不是别人 我一时所变 谁的心 自己的心 整个宇宙千变万化 是你自己的情识 分别执着 在主宰的 把宇宙的来源 我从哪里来的 万无从哪里来的 都讲清楚 讲明白了 我们要感激 现代的科学家 特别是80年代 到现在 这30年 最近的30年 他们的研究成果 非常的辉煌 无论是宏观宇宙 微观世界 讲量子力学 跟大臣经上讲的 完全相同 释迦牟尼佛 三千年前 讲清楚了 现在科学家 真实 这也真是 这外国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 他说过 他说世界上 这么多的宗教 与科学走得最接近 就是法教 这个话被证实了 是 这下证实了 这下证实了 这下证实了